經過兩個禮拜的時間的調查 我們查訪了這個9名以上的證人 那麼在經過調查之後 蔡前主任與前資深專員的這個控訴案 本案依據本黨既有的規定 來進行調查控訴的內容 被愛同仁臉書所陳述的案情 經過調查小組分別交叉 比對數名證人及目擊者的證詞 前青年部蔡主任 涉及長期對同仁使用極度不恰當的管理方式 及言語造成同仁身心嚴重受創 並且選擇永久離開政治權 清潔屬實 令人無比遺憾 被害人 其實有兩位被害人 指控前青年部專員 涉及霸凌及性別情勢之相關情結 經過訪談多名證人 調查小組交叉比對證詞 內容屬實 確實存在情結嚴重 那麼因為這些事件的存在 造成我們年輕的黨工 年輕的夥伴 志工 對於民進黨內感到失望 對於政治工作失去熱情 我們應該集體檢討 自我批判 審慎面對自己的錯誤 我們才能夠從裡面學習到該有的教訓 民進黨是本土第一大政黨 我們有責任引領社會的潮流 然而我們讓社會失望了 我們本應以最嚴肅的態度來面對事件 最高的標準來自我要求 但卻在黨內發生性騷擾及霸凌事件 知識落後於潮流之外 我們感到非常的抱歉 黨內的教育訓練不足 也缺乏友善被害人的機制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檢討的方向 所以我想講 中央黨部會做被害人的後盾 保護我們的被害者 我們禁告涉案的行為人 不要再對被害人進行二度 三度 四度的傷害 這是非常殘忍的一個過程 那麼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為自己的行為道歉 我們跟著社會一起來進步 這才會是正確的道路 那就他的信中所指述的某一些內容 我們其實他這個案子的調查裡面 不是只有訪問他跟受害人 我們還有訪問其他相關的證人 在場親見親吻的人 他們不是用他們自己主觀的腦補或意測 他們是真的親眼看到了某些客觀的事實 聽到了某些客觀上的發生的經過 他們才提供他們的證詞給我們 在蔡前主任的很多的 他內封裡面很多的經過的描述 跟證人所講的 而且是很多證人所講的是不符的 所以他們會這樣子看 在氏的國際上的學校 甚至是有什麼 甚至不是有的 訪問的 也說我們要用吧 然後有的